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法 除法 加减法的运算 小施算得速度快 准确率也很高 可加减法的进退位却让小施犯难 尤其放入混合运算里 加减乘除一齐上 弄得小施无从下手 心急的他委屈极了 巴达巴达在角落里偷偷抹眼泪 这一幕正好让季季和毛毛撞见了 他们跑过去仔细听了小施的为难 季季先安慰道 没事吧 不就是几道口散题吗 听我给你讲个故事 雅克萨是我国黑龙江省的一座小城 清朝的时候被沙俄霸展 为了收复师弟 康熙皇帝组织了两次雅克萨之下 第一次清军主动撤出 但是沙俄不甘心战败 又派托尔布金带领八百多俄军卷土重来 康熙无奈 第二次出兵带了几千人围住雅克萨 警告托尔布金速速投降 托尔布金觉得自己装备好 不理清军警告 还自负迎战 最终被抓住 然而 俄军仗着自己军备的两强 依旧坚持抵抗 清军为了避免伤亡 下令停止强攻 决定用关门捉贼的战术对付俄军 清军在城外挖起了壕沟 阻断城内攻击 城内俄军饥饿 伤亡 到了年底八百二十六人只剩下六十六人 沙俄政府也只好想倾政府低头 两国签订拟不处条约 和平解决 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关门捉贼 原文中说到小敌困之 不利有忧望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对于弱小的敌人要加以包围歼灭 这里强调了集中思维 把问题锁定在特定的范围 附上耐心 慢慢击破 某某皆大 集中思维不仅需要耐心 也需要细心 万不能忽视了小问题 三国时期的公孙赞一时马虎 给了袁绍诗迹的可乘之机丢了幽州 结局苍凉 话说 袁绍包围了幽州的公孙赞 公孙赞每每突围都败下阵来 就决定加固防御 他在城墙外挖了十条战壕 又在上面立起十丈高的城墙 还囤了三百万户粮食 有效抵御了袁绍几年的进攻 袁绍觉得这可不是办法 再度加大兵力火力围剿 公孙赞看势头不妙 先让儿子突破出去搬搬救兵 儿子带回救兵 公孙赞在城里给城外的救兵书信约定 举火为信号 随后内外夹击袁绍 不料书信被袁绍结下 袁绍得之后将计就计 按约定时间举了火 公孙赞果真领兵出城 中了袁绍的埋伏 袁绍乘机在城墙外挖地道 直通城中央 等一切准备妥当 袁绍一声令下 大批援军仿佛从天而降 给公孙赞的军队沉重一击 公孙赞见大势已去 悲痛自闻 小诗听完故事仿佛知道了什么 擦干眼泪跑去书店了 原来他是去找针对练习的辅导书了 看了琳琅满目的书架 小诗仔细翻阅 终于找到一本册中加减法 进退位的口算书 后面还附了大半混合运算习题 就是他了 小诗带回家集中而耐心地练习 几天之后 他的口算能力更精进了 一个月后 口算题目上 小诗几乎没再出过错 班历的同学为此 还给他取了小算盘的称号 小诗带回家集中 中文字幕订阅 解雇 初遥 ど 带